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在家里面自己剪头发 就是看到网上比较有流行的 在家里面一刀切 做这个发型之前呢 只需要准备下量工具 一个是画圈 剪刀 还有梳子 这个头发已经是半丝的一个状态了 因为我等一下打湿了之后 感觉到它的精准度比较好一点 首先是要给它 一个重界线 然后局势呢就是这样子 从后面这里 分一个线管 大概就是这样子 视频头发两边对几 然后就开始 下剪刀了 啊这剪刀怎么这么快啊 还有最后玉璃了 剪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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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下手了 我觉得这边跟这边好像不平衡了 我之前卡拉说去剪过很多次 但是她就说 剪个柜 随时都没去剪 然后现在 她每个家里面 我自己一个人都在家里面剪的 到时候要去洗个头发鞋 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男的 都不太喜欢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去剪短发 说一下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留的长发 然后一直留到什么时候剪的短发 就是我以前一直不要执着于长发的 我是从小学二年期的时候 我就开始留头发了 然后一直都黑 长直 而且长的话是到 是到到腰的这种长度啊 不是说到B线的这种 然后 然后这几年了 陆陆续续也会剪到这里 剪到这里 这样子 但从来没剪过这么短 长发蜘蛛衣 就算就算是少的话 应该也有 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长发 然后蒙生了短发 是自己再生了完之后 原一我儿子 而且还是自己下手了 我们要去吹了 换了个白色的衣服 但是我觉得这个发型 真的不太合适我 因为我这个是自然的 吹干的一个状态 没有去拉 然后这里爬进去 然后这里喷出来 但是我不过的话 平常还是要把它绑起来的 只是说比较好 先洗一点而已 哎呀我不想 打我自己的发掌 我现在要留长一点了 我留长一点了 我自己剪失败了 我可以去找那个发型师一下 你看现在剪那么短了 如果再去剪一点的话 真的绑绑不起来了 很难绑耶 这个把它伸长起来吧 把它换在这里 我不敢 因为这个就算是我自己的头发 但是我觉得剪下来之后 摸在手里面 我还是有那种毛股中的感觉 上去睡觉 楼下的观众 没有观众 哦有一个 妈妈 你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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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怎么自己砍的 那我自己砍的 我都自己砍了 你不砍的吗 有砍的 哦那我都自己砍了 我妈妈 小朋友妈妈 我这个小朋友了 我从家开一个面子了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哈哈哈哈 你说啥咋 我说你是头发超级的 我剪了 你还剪了 你还剪了 你剪了 你剪了什么 你让人不说 不说了 这个皮要剪是不是 我问你这是自己剪的吗 还是剪开剪的 你靠吧这个技术 小朋友看出来 如果是自己剪的吧 这个技术还可以 知道吗 如果是别人剪的吧 甚至说过去 嗯 你是自己剪的吗 还是开上去剪 前者 是不是剪的啊 啊 我要相信你 哈哈哈哈 啥的时候你啥开剪的 哈哈 你卡好不好卡 卡不卡得过 还是可以 那你还还说 我不相信你有这个技术